以前百发百中的张陶芳怎么就突然间打不着把了呢 是他不行了还是真被战友说中了 枪有问题 还真是被说中 问题就出现在枪上 张陶芳以前用的是日本的三八大盖 现在用的则是苏联制造的墨辛纳杆步枪 又叫水连珠步枪 这枪与三八大盖相比威力大 但射击后后座力也大 影响射击的精度 让一个新兵换一支新枪去打靶 这不是从河南到湖南南上加南吗 不过就在三个月后 张陶芳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狙击之王 这三个月里张陶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丢了面子的连长 把得了三个烧饼的张陶芳发配到火房 给大伙烧火做饭 顺便好好反省 张陶芳觉得自己该法 但是他心里不服气 一定要找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当着全团的面 我给连里丢了脸 对不起战友们 我得把这面子找回来 我当兵死都不怕 还怕这点困难 战友们发现 张陶芳变了 老是一个人端着枪发呆 而且一端就是个把小时 这小胖子呀 他可就磨正了 那天呀 我手里头拿着个灯 正好看见呀 他拿枪瞄准着我 把我给吓的呀 这枪要走火了 那咋办 枪里没子弹 我就拿灯芯练练手 干吗吓的 那没装子弹 那也够吓人的呀 下次他再这么瞄着我 我非得揍他 除了用空枪 对着战友的灯芯 练瞄准 张陶芳还就地取材 练习怎么把枪举稳了 我想了个办法 找块破布 包上沙土 做成沙包 绑在胳膊上练 带着这十几斤的沙包练 我就不信练不成 张陶芳期盼证明自己 为连队挽回面子的机会 终于来了 1952年10月14日 上甘岭战役打响 联合国军方面 前后投入了六万多兵力 出动飞机三千多架次 平均每秒钟都有六发炮弹 落到志愿军战士们的头上 密集的火力把山头削低了两米 山上的石土被炮火攻击成 一米厚的坟墨 空气中弥漫的胶烟 火药混合在一起 呛人的气息 1953年1月11日深夜 冒着零下37度的低温 张陶芳随着大部队 匆匆赶赴上甘岭 张陶芳上战场了 出上阵地的张陶芳就被派去战口 他也看到了最前沿的几处狙击台 这是志愿军的狙击手们打冷枪的地方 也是张陶芳经常梦到的地方 我想来这里很久了 现在终于来了 最前面的狙击台 离鬼子的阵地 也就五十多米 那美国老子大鼻子都看到了 就在张陶芳面对射击台 机动不已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 此前这个阵地上 根本没有工具接受射击的狙击台 甚至上级还下达了 不能随意开枪的命令 谢谢大家